市政府推动的公车礼貌宣导大使搭公车的活动 乘客只要在8月21号以前搭乘公车 就有机会看到冰雪奇岩的艾莎 还有初音未来、白雪公主和乔巴等动漫角色 这些动漫大使不但要在车上宣导搭公车的安全和礼貌 同时乘客只要拍下照片上传到脸书 就有机会抽中礼券大奖 小朋友最喜欢的白雪公主、冰雪奇岩里的艾莎 还有初音未来、乔巴与柯南 这回这些漫画角色一字排开 等着乘坐公车担任宣导大使 希望向乘客来宣导搭乘公车的安全与礼仪 希望能够把乘客的搭车文化 跟司机本身的爱护乘客的礼貌运动 大家能够结合在一起 创造一个大家在公车与运输服务 跟民众对公车司机里面的一个感谢的心情 由周旬所担任的白雪公主 这回指导小朋友上车之后 不但要让位给老弱妇孺 同时也能将背包放置在脚边等概念 而乘客如果想要碰到这些动漫角色的话 可以从31号起 在台北车站与捷运建南站等处 和他们一起搭公车 一个COSER的一个上去 跟大家做一个打招呼 也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活动 另外就是有站的部分 包括中华路公馆 还有台北车站的部分 大概也都会在那个地方的站出现 麻烦大家可以看一下网站 去追求COSER 另外乘客还可以用手机拍下宣导大使 并且上传公车礼貌新运动的脸书粉丝专页 就有机会获得200元的超商礼券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道